厄齐尔今天发出声明退出德国队 资料照 路透记者卓家评综合报道 德国国家队前锋厄齐尔因遭种族歧视 宣布不再批国家队战袍 德国拜仁慕尼黑总裁赫内斯 Uli Honus 公开批评厄齐尔 他这几年踢得跟一坨屎 Crap 一样厄齐尔职业队效力应超兵工厂 国籍则是德国 但一半留住土耳其血统 先前因为厄齐尔贴出与土耳其总统合照 遭到德国网友踏伐 他今天大动作回复 先是致歉 后来钱翠宣布退出国家队 请继续往下阅读 事实上 连德国足球甲级联盟拜仁队总裁赫内斯都看不下去 他今天在机场受访时表示 真开心这场梦魇结束了 厄齐尔这几年踢得跟烂 跟废物一样 他上一波高峰已经在2014年世界杯结束了 赫内斯炮火猛烈 他表示 国家队发展这几年像是一场悲剧 必须好好整顿 谈到这次政治事件 回到体育面来 厄齐尔对国家队毫无建树 他上次国家队进球是什么时候 拜仁慕尼黑总裁赫内斯 资料找 路透 中文字幕提供